哈啰 你好 我是Terence 欢迎Dior大银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大银 终于看到你本人了 因为我就是在IG追踪你很久很久了 很久是几久 很久从你开始在参加别的那个比赛节目的时候 干爹配吧的那个比赛节目到现在 有一点点带了 你懂我为什么会追踪你吗 因为我就觉得你就是好像很会剪片的感觉 不是因为我很美啦 漂亮是漂亮可是好像会很 有点疯疯的这样子的感觉 我就想说追踪你了 然后看你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女生 这样子到现在了 是因为其实FollowDine这样久 就是会知道可能他在IG上面 IG的故事都可能不会去看自己的形象 然后也就是觉得自己披头三发也是可以的 所以想说其实私底下的你 跟在镜头前面的你是会差很远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 如果我嗨前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如果我没有嗨的话 其实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因为其实平时看你就是很疯疯癫癫这样子 可是你在唱情歌的时候可以很快的进入那个情绪里面 所以想说可能你会有什么 自己有做了一些什么准备吗 还是觉得 没有其实我是一个蛮感性的人 我爱哭了 我喜欢哭了 所以我很容易感染一个情绪 当那个歌的歌词 我觉得很触碰 然后我就会很想要把那个感觉唱出来 然后它就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呈现出来 那你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哇 很少人问我这个问题 没有 因为你说你就是很感性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感性的人 我不是理性的人 身边的人做这么感动的事情 我想到这个哭是演出来的 因为我前几年在演戏 然后还要演我 昨天前几年在演戏 就要我演要哭要哭这样 那如果是真实的哭呢 真实 怎么会这样呢 可不可以到我打架了 这样子 这样子 其实我发现到你好像蛮做自己的 我没有在看大家的想法 对 就是你为什么可以做到可以这样 就比如说可能一点哭都没有用 或者是素颜就是这样子 可能拍一些很疯疯的一些故事这样子 我觉得是因为我 我跟肥道尔在一起过后 我本来不是这样的人 因为他让我 就是他让我很安心 他让我知道 你不管你怎么样都会有了爱你 所以如果你一直去伪装你自己的话 然后你自己过得比较累吧 有一次见面吗 他就跟我讲 叫我卸妆 我就跟他说不要 我就拖很久很久很久 我就是不要卸 我没有办法 所以你见他的时候是有化妆的吗 有 我化妆很浓 然后就 我不可以 可是到后面 他就在那边给我整了很久 整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就卸掉了 卸掉过后 他就一直称赞你 就很真心的那种 很暖耶 他就讲 真的很好看 很累啊 他就讲这种 就讲到我心花怒放这样 那他是第一个男生这样子 对 对 因为其实你的 就是其中一首跟菲道尔的歌 在加拿大共和国里 我这首歌就是很受欢迎嘛 那之后会不会想说 想要跟菲道尔再合作另外一首歌 这样子 有这个打算吗 我们是有这个考虑啦 可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因为我们不想要 一来就太商业化 我们想要靠 当下的那个心情 有那个感动 有想要做的心 我们才去做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说你可能就是 有在追踪他的人都知道 他好像会蛮出其不意的 就是会时不时会来一些新的东西给大家 可以 比如说新年歌 这个也是我意想不到的 有想到自己的新年歌 HAPPY GO LUCKY是首歌 那么的受大家喜欢吗 有想到吗 我预计 我本来预计是2M这样 我就觉得蛮多 因为我第一次自己这样子出 嗯 结果现在好像4到5M这样 我就觉得 有点double掉我的想象 所以是很开心 看很来地 会不会有无形的压力 可能在明年 会不会 没有咧 就没有新年歌 我是看有客人要来我就做咯 如果没有成绩 我就是那种 如果没有成绩 我会赏心的人来的 我共同会这样子 你看很开喔 我看很开 那同时我想做到 可是我做不到 我也没有关系 我又不会伤心 所以最近一次你觉得 这是让你满意的一首歌 我最近完成了一首歌 叫 后歌乐法 叫如果拿手电话有接头 好 我还蛮满意的 因为它的编曲那些 都很合我的 我想要的样子 大家如果要知道更多 我可以看我的MV详情 我下个月要去拍MV了 好 爸爸 自己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大颜 前阵子呢 我有发了一首歌 叫做 你最近过的 好了吗 大家还没有收听呢 可以去收听喔 还有呢 下个月 我会开拍一支 新的歌的MV 然后后个月会发行 所以呢 大家记得留守我的Youtube 我的Youtube的名字 叫 Dio 大颖 想要知道更多 更爆更Hit的消息 我们守住 巴巴拉基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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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